这个表面衣着光鲜亮丽的女人 全家都是小偷 不仅都是小偷还是神偷 家里吃的用的都是偷过来的 就连来了客人请的烧鸡 也是母亲用丝线偷过来的 此时这个风情万种的女人 故意撞在了一个老外身上 你以为她是在勾引 错 其实她是一个绝世神偷 她在跟老外相撞的瞬间 就拿到了老外手中的钱包 老外发现之后向她追去 她不慌不忙 一个偏身就闪进了一个洗手间 拿出了一件红色外套 披在了身上 帽子也瞬间变成了黑色 然后戴上墨镜自信的走了出去 甚至在路过老外身旁时 还给老外打了招呼 不过再好的神偷也有失手的时候 老外还是通过她脸上 独特的黑质认出了她 很快老外就带着警察朝她的方向追去 就在她走投无路之际 迎面走来了一位帅气的小伙 她为了脱身 故意跟小伙撞在一起 并把老外的钱包放在了她的身上 不一会儿 警察和老外就追了上来 原来这个帅气的小伙也不简单 她叫林子清 也是一个神头 还是一个惯犯 警察看到她 就直接开始搜身 谁曾想 真的在小伙的身上搜到了钱包 这下子人脏病祸 又免不了一顿牢狱之灾 小伙这下就是尤里也说不清楚 她醒起多年 这还是第一次因为被冤枉抓进了监狱 这不她刚进去就看到了一个老大爷 老大爷姓杨也是一个神头 老大爷烟饮饭了 张口就问她要烟 林子清非常实诚的直言 没有 老大爷当即就表示 要给小伙露上一手 大爷哎呀呀的喊了一声 说自己腹痛难忍 预警好心上前帮扶 不料在转瞬之间 就被大爷顺走了烟和火鸡 两人也因此攀谈起来 结成了忘年之交 不过很快林子清就可以出狱了 临走之时 杨老头拜托帅小伙 帮忙照看一下自己的气眼 其实林子清早已经盆洗手了 因为她自己本身脱家带口 还有两个孩子 所以就想要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出狱之后 她来到托儿所 老师也告诉她 学费不能再托了 林子清表示 让老师再宽欠几天 自己一定能凑齐学费 林子清顺着老人给的地址前去 不料这个老人的女儿 正是之前陷害自己的那个美女 原来美女名叫安娜 言谈之间 安娜的母亲对小伙颇为满意 更让小伙留在家中吃饭 安娜此时却异常紧张 因为她知道自己家的情况 早都已经戒不开锅了 不料此时 母亲却异常淡定 只见她轻轻松松就用鱼钩 钓上来了几个烧鸡 这让楼下的老板也疑惑不已 不过在看到桌子下的花猫之后 就坚定的认为是花猫干的 半后 安娜提出要跟林子清合作 认为凭借他们两人的技术 合作绝对万无一时 而林子清直接拒绝了安娜 并且表示自己早已筋盆起手 为了孩子 只希望可以找一个稳定一点的工作 安娜当今表示 自己认识一个珠宝店店长 店长这几天正在招聘 可以把林子清介绍过去工作 并表示她穿的有些寒酸 还给林子清换了一行头 等林子清兴冲的来到珠宝店面试之后 安娜告诉她自己单独跟老板谈一下她的薪资问题 林子清没有怀疑 不料原来安娜是骗她的 她根本就不认识珠宝店的老板 她转头就跟老板说 林子清是富二代 两人马上就要结婚 今天她自己过来 就是要给自己买珠宝 还让老板拿出了最贵的钻石 直接开单子 林子清以为老板在写合同也并不在意 这个时候安娜趁机溜走 就在老板让林子清结账之时 她才发现自己竟然又被安娜骗了 她再一次来到了监狱 被分到的还是同一间牢房 不过这次她实在对安娜的父亲提不起什么好脸色 杨老头也是不恼 跟林子清说女儿这样做 是怕她年纪大了 在牢里孤苦伶仃 想让林子清过来陪陪自己 林子清生气的问 自己坐牢那孩子该怎么办 杨老头信誓旦旦的表示 安娜一定会照顾好她的孩子 不久林子清出狱 果不其然看到安娜真的在照顾她的孩子 她告诉男主一个不好的消息 那就是她两个孩子所在的学校 由于经费不足 很快就要办不下去了 想到孩子之后转学高额的学费 林子清便主动提出和安娜合作 两人随即击掌为盟 便开始了搞签之旅 果然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 十分默契 合作起来更是十分顺手 很快就赚得盆满钵满 不过这天 两人在船上行窃结束 正准备回去 一个不查 竟被毒贩不经意之间调换了皮包 原来毒贩害怕海关检查 便想出了这个偷天换日的好办法 与此同时 警察通过调查 也发现了贩毒人员的踪迹 并且通过调查 发现男主可能也参与其中 而这边 林子清和安娜刚刚回家 准备看看今天的战利品 刚打开包 安娜母亲发现了这包毒品 正在犹豫要不要交给警察之际 毒贩大哥带着人赶来 威胁几人抢走了毒品 林子清刚准备去追 就被赶过来的警察抓了个正着 林子清这下心里有苦道不出 只能继续去追毒贩大哥 为今之际 只有找到毒贩大哥 才能够证明他的清白 不过很快 他就被警察追上 正在走投无路之时 警察跟他也是老相识 警察表示只要他乖乖跟自己回去 自己就能升职 之后就帮他照顾孩子 就在男主决定跟警察回去时 安娜及时赶来 用手铐困住了警察 带着男主脱身 此时 杨老头刚好出狱回来 在得知此事之后 先召集自己所有的神头兄弟集合 找到毒贩老大 证明男主的清白 很快 他们就开始了行动 并且通过调查发现 毒贩所在的运输公司 并且通过他们的内部人员 推算出了 毒贩会在明天下午两点半 在佐敦到海伦船进行交易 毒贩发现情况有异常 还是选择正常交易 林子晴上船之后 趁机上演了一出抢钱闹剧 并趁乱叫包递给了同伙 然后借助船上的座椅灵活走位 躲避了好几个毒贩 又趁乱把包丢在船舱上面 然后纵身一跃 跃上船舱 在船舱与毒贩众人展开对决 林子晴凭借着林巧的舌行走位 并在同伴的帮助之下 让毒贩同伙吃了一鼻子灰 还成功拿到了皮包 不过当他们惊喜地打开皮包之时 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正在男主不知所措之际 摇了头表示 毒贩一定是用了障眼法 并推测出来 此时肯定会在机场交易 于是几人忙不迭地赶到机场 果然看到了正在交易的毒贩等人 不过此时毒贩已经交易完成 正在坐飞机离开 男主再次冒着生命危险 跳上钢铁飞的飞机 拿着皮包一跃而下 跳入海中 正巧碰到了经常追击他的警察 因为撤职准备跳海 林子清把皮包放到警察脚边 警察发现皮包带回警局 立了大功 也因此升职 而毒贩也被抓住 林子清终于洗清了身上的黑锅 故事的最后 林子清带着安娜 准备接孩子办理转学 老师却说 他们不用转学了 因为他们接到了一笔援助 而那笔援助 正是那位警察 用林子清的名义捐赠的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求求大伙点个关注吧 大家的点赞 就是我们最大的坚持 蒙德四九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